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出大大大大大大事情了 今天是重大的好消息 大家留守在本频道这么久了 我看今天大家最开心了 丁丁完蛋了,丁丁末日了 丁丁已经没有前途了 丁丁应该很快就不再是大马首相了 不过在我们来讲这个劲爆消息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疫情数据 昨天副卫生总监讲了 这个数据还会上升 今天虽然没有打破昨天的记录 但是今天是17170 数据又这么巧啊 真的是很奇怪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然今天大马来讲是好日子啊 我们的这个奥运会难算了 终于进到四前了 就是进入这个摸牌的机会了 最终摸到什么牌呢 不知道 所以今天大马真的好消息 好消息啊 按照现在李子佳的状态呢 他今天很可能能够打胜 那个趁龙 就是他李子佳如果要你摸牌的话呢 趁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 他一定要打败的选手 今天6点10分 今天大马真的是好日子啊 假如李子佳再生的话 那么对我们人民来讲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就是这个丁丁啊 终于他的末日到了 好我们来赶快看新闻吧 这个是紧急家产 马上进行评论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原来是这个紧急法令的事情呢 现在是国家元首发生了 有这个丁丁其实他的做法呢 叫做先斩后咒 先斩了还不咒 哇太过分了 以前说人家做事情呢 先斩了才捕到国王 现在先斩后咒 他现在先斩了连咒也不咒 哇真的太过分了 所以丁丁欺君 这是欺君之罪 现在全国内在全部社交媒体 你可以看到丁丁现在是什么罪 叫做欺君之罪 国家元首 龙眼大怒 发生什么事情呢 政府撤回紧急条例 条款 实际上连通知最高元首都没有 哇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所以国家元首 刚刚发文了 非常非常失望 与此同时 文教一处 现在在国会 乱成一锅粥 每个人都要 叮叮下台 跟他坐在他后面那位 因为整件事就是 开始了嘛 最后面说 那个什么紧急条例 已经取消了 完全没有把国家的宪法放在眼里 实际上你要取消这个紧急条例 按照我们国家元首的意思 现在他要的是国会去辩论一下批准 由国会来取消 取消之后呢 交给国家元首签名 国家元首预准之后呢 紧急状态也算是正式的取消 那么这是国家元首 他要看见的步骤 这样的步骤才是 根据宪法 不是在那边 21号开始没有了 现在国家元首非常非常的失望 你看 今天所有新闻都出来 他这个国家元首 国家王公 现在发出的这个文告里面 他讲得很清楚的 他指这个Takiyu定的言论 已经在误导国会 误导国家 误导社会 当然就是误导国王 误导国王就是欺君之罪 所以你看 当国家王公的这篇文告出来 现在已经成为真正的政叹 那么现在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的这个国家元首 对这个 丁丁的这个政府的做法 非常非常的失望 他很遗憾 用了两次他的文告里面 他不是Dukachita 而是Ama Dukachita 不只是Dukachita 而是Ama Dukachita 一个国王呢 可见这件事情闹了多大 然后在文告里面 被点名呢 当然就是Takiyu定 然后再来呢 就是大马的总检查展 这个总检查展 你到底是为 你的老板到底是谁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老板当然是国家元首最高元首 你的老板什么时候是丁丁 自己都搞不清楚 维护丁丁 维护到太过分了 这次被国家元首点名 我就是你的老板 你的老板不干丁丁 哎哟 所以国家元首又说 这个是混淆国会不尊重法治 意思就是他们的做法 完全没有把国家的宪法放在眼里 太过分了 原本人家轮到Nazic在国会演讲 他经历了几天 现在气死了 我的稿全部要改了 刚才我已经准备Nazic讲 他准备四天要讲的稿 现在因为刚才发生了 这件国家要完工 出了这个文告 要改内容了 等下有好处看 等下我们看Nazic讲什么 然后呢 好了 你看国会开着自己 让他不要去国会 要躲在家里 现在怎样 哇 全部人冲进去Nazic的家了 要知道现在国会 56个人中招了 知道吗 56个人中招了 你们到底有中招 没有中招不知道 现在全部都要去Nazic的家了 现在呢 我跟你讲 各位观众朋友 Nazic已经是完蛋了 Nazic已经是末日了 他要继续做下去可以 他的脸呢 他买一个Iron Man的那个Mask 帮助 然后那个 当时这个Mask 要用Captain America的那个 滚来造的 把不破的 等样敲都敲不破 他可以这样子放一个 这样的面罩 硬硬来 但他的脸皮呢 厚到 厚到宇宙最后 他如果还想做的话 他的脸皮必须是 纯宇宙最后的 当然 一个饭鸟弃均之对的 一个首相呢 在这个马来社会当中呢 已经是不能够被接受了 也就是我们其他民族 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见这个 国家元首的那个 那个威信呢 被一个首相呢 这样子来践踏 被一个首相呢 这样子弄的话 我们也得到非常 三心跟失望 所以总结来讲呢 后门政府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政府 因为他同时得罪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就像你一个公司呢 那个董事会老板 请了CEO CEO的他的那个团队 现在他们同时得罪 两种老板 第一种老板 就是他的 那个公司的老板 公司老板叫他做事情 太理不理啊 现场不揍啊 这样子 然后同时呢 又得罪顾客 顾客要来买东西 不要买 不要买啦 还有很多人要买啊 得罪顾客 就是得罪人民 又得罪股东老板 又得罪人民 得罪顾客 所以这个后门政府 根本就是一场灾难 做一个公司的团队 你看 得罪老板 得罪顾客 不用做了啦 这样子 现在你看 国家元首 现在已经讲了 你很得罪我了 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哥 我们的最高领导 讲很清楚 你们非常得罪我了 已经讲得出来了 你讲的 还能够继续做得下去吗 得罪人民 我们已经讲了整百天了 大家都知道 丁丁如何得罪人民了 所以 今天可能对大马来讲 是一个好日子 我们羽毛球又剩了 然后丁丁呢 现在真的出大事了 今天恐凤她完蛋了 恐凤完蛋了 跟你讲她还想做就是 偷偷 宇宙宇宙最后的脸 所以大家觉得怎样呢 听到今天的消息 来 大家欢迎你们评论 等一下相信大家很高兴吧 来 听听大家的想法 今天我们就 这样子报告到这里 有新的消息 我们再给大家更新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